反正大家也都知道,我上课一般都是讲些比较另类的东西 所以不要感觉到太惊讶,其实这些东西看起来有可能会很难 但是实际上你都学过,所以不要特别的惊讶 实际上就算你觉得很难,但实际上这都是可以,哪怕是自学都可以学出来的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要来讲一下这个大体制作的节目 这个是我最开始是在2010年的时候,在德国给那帮博士啊,然后还有一些老师啊,讲课,讲这个东西 然后呢,这个就给工程的总文版 给大家来用一种全新的一种方式去研究生物学的问题 用数学的方式来研究生物学的问题 那,这个,理解这个东西之后呢,我们要以后,理解这个,叫什么 很客气 理解这个东西之后,理解工程的系物工程的东西就比较容易 那,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个定义,什么叫大分子机构 Macrobolic machinery 最近,这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里面就提蛋白质机器 那实际上这个蛋白质机器的这个提法并不严重 准确来讲的话,应该是叫大分子机构 那大分子机构,macrobolic machinery,是这种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经验的东西 一些生物的东西,它有多大 一个,一个典型的,一个典型的小的,一个代谢物,一个小分子,啊 就是甘油,白手 92个Dolm,它的,它的,它的,直径大概是0.6个Dolm 一个,呃,蛋白质,一个普通蛋白质,啊 呃,这个47KDolm,它是,大概直径的4个Dolm 而,真,一个典型的大分子机构,呃,一个,圆核的,胸骨的合同器 它的分子量高了3000KLog 直径是21个Lv 由3个RNA和55个蛋白质所组成 所以说,大分子机构,它是指 由多个生物大分子所组成的 带有特定功能的,这样的一种机器 啊,能执行,啊,能执行,很多,非常重要的,生物,生物学功能 那我们看,西方内最关键的这些过程,包括,这个,呃,转路,啊,转路,我们有这个转路辅合体 翻译,我们有这个转路辅合体 翻译,我们有这个转路辅合体 还有这个,转路辅合体 转路辅合体 这些过程,它都是由,呃,大分子机构来承担的 所以,因为这些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而对生物体有非常关键 它是单个蛋白质所无法达到的 嗯,并且呢,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过程,必须受到很多的调控 如果你只是单一的蛋白质的话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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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控就不太好发生 对吧,一个,蛋白质它的结构位呢 呃,就这么多个,每范去给它有非常丰富的调节 嗯,组成大部分的机器 它组成的非常多,所以它可以开地组合 出来的,调控可能性会非常多 由于这些系统线的关键过程完全依赖大分子机构 因此我们有非常有必要对大分子机构进行深入的研究 那么大分子机构常常有个什么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想做实验是很难做的 对吧 比方说 如果你想做得非常精细一点 我想解个结构 大家想想看很多大型的大部分复合体 你想把结构经济的解出来是很难的 解核当体的结构的人获得诺贝尔奖09的包含是很难 而是他解出来的结构也并不是非常精密 一直到现在认识 还有很多人在解核当体的结构 在各种不同的状况之间的结构 很多很精细复杂的结构 想把它解到非常高的分率是很难的 因为在普通结构的方法之下 你就很难把核当体整个结构一下 而且这么大一个东西 你需要的这个 这个XS运营的设计 本身你想解读这个数据也怎么样 所以现在大家往往是用冷冻电竞 就是冰冻时刻的方法 通过拍摄几百万张核当体的这种 横截面的构像 拍很多这种电竞照片 来去拼凑出这个核当体的结构出来 这是很难做的 比方说像转路的这个核当体 因为它的调控非常的复杂 因此你想研究一个特定的调控过程 这个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所以想去做实验性的研究是非常难的 那如何去研究这些东西呢 我们又想去研究 但是实验做起来有困难 那这个方面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那就是用数学学习去预测 去计算 算出来之后我们再去验证 那么 在这个领域里面 有两大类的基本的数学性模式方法 一类是连续模型 一类是理散模型 其实这些东西大家在高速里面都学过 不过现在我相信大家都黄老师 没关系 我们慢慢的讲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有的一心问题 连续模型 它是基于不了横算的原理 主要来说是使用微方方数 它描述的是大量威力的体育行为 而理散模型 它是描述单个威力的行为 用计算单个威力 很多个威力的行为 来描述一个群体的一个行为 这两种方法各有各的好处 也各有各的局限性 所以我们两种方法都要能够掌握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连续模型 连续模型里面 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不了横算 这个小学就学过 对吧 怎么说的高大方面一点 那就是一个物质S 它是有一个synthesis 有一个consumption 一个合成 还有一个被使用的 那么 用数学语言来描述 那就是这个S变化率 对吧 DS比DT 对时间能够求到 等于生成数减据消耗数 这个写起来比较高到上一点 实际上就相当于 大家在小学里面做了另一种题 一个水池 容量是多少吨 现在我们每分钟 这个往里面放多少水 然后呢 每分钟再从里面抽多少水 问多长时间之后这个水池干嘛 或者多长时间这个水池就空了 对吧 就想觉得我们经常做什么 另一种体验 实际上就是这种的事 对吧 那么 不同的物质 它的生成过程不同 它的消耗过程也不同 所以的话 这个BCC和Vconsumption 怎么样去写这个方程 就是很有讲究的 在细胞里面 我们常见的 其实只有两类方程 所以还是蛮简单的 造个套就行了 那么一类呢 是米氏方程 米氏动力铁方程 你学个Smetton Equation 这个是美术法 对吧 大家在学生话的时候 是一个话 在同学的时候 学生话一定学过这个 对吧 有的同学学过美学的话 这个就是学得更清楚一点 包括各种意识系 竞争意识系 非竞争意识系 反竞争意识系 那么它对哪个参数 会有影响 是吧 这个米氏方程里面 各场参数怎么去 通过世界必修 这些东西都是 你们曾经的 生话课面里面 是要学的 考验的时候 你们都背过 还有一种是结合 或者解离工学 这个问题 所以对于任何一个 西方米的任何一个组织 我们都可以 用这种方式去描述它的变化 那我们现在用这个非常简单的方程 去对付一个 对付一个非常不大的东西 那就是翻译过程 对吧 对吧 这个核当体就是典型单纹的机器 那翻译 我们来描述一下翻译的正解 这个过程 我们来考虑一下 一个翻译延伸循环 首先是 TRNA带上 这个 氨氨酸 对吧 是氨氨酸 这个过程是什么 这是 氨氨酸 对吧 是由氨氨酸酸 来做这个事情 完了之后 有氨氨酸酸 和氨氨酸 因此 结合下来 这个东西不需要任何的氨酸 就是自动方向的组织 生成三元符合物 三元符合物 然后呢 再扩散到 需要它的 对吧 然后完成 这个氨氨酸 就把氨氨酸给出去 合成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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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完成了氨酸 就释放出 好 我们考虑一下 一个过程 那么 这样一个过程 用物料同算的方式 来对它每个 部首进行描述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一个比较花花绿 我们简化一下 就是 写成这个 比较简单的这种符号的形式 这个里面 总共有四个过程 这是 自由的TNA 经由这个霉素反应生产 安心GNA 那么这个里面呢 是 这个霉素反应 所以呢 如果我们对这个 然后我们先把所有四个过程 四个过程先说完 第二个过程是 iGNA结合 EFGTP 生成散热 这个是一个结合 然后 三原辅合体 通过扩散 到这个 核浪性上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结合 的过程 然后 完了之后呢 释放出 有力的TNA 然后这边 EFGTP EFGTP 通过第四个 反应 重新变成EFGTP 总共来讲 这循环有四个反应过程 好 那么我们对里面每一个 物质可以进行一个物料分算 可以列出一个方程来 比方说 我们对安心GNA 这个东西 来 进行物料分算 那么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定义一个F 就是说这个F是这个 Charge Ratio 就是百分之多少的这种TNA 是被带上了 氨基酸的 所以 D 这个安心TNA 就是F乘以TNA 对吧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它的浓度 它 取个导处 就是对 对时间取个导处 它的变化率等于什么 等于生成 生成是这个 是一个米典方程 对吧 是这个 这个 就是 就是 你是安冷一方程 你的超出就好 就有KM 就有KCAD 然后 减去什么 减去消耗 消耗是什么 安心TNA 与EFTP 一结合就消耗了 就是 一结合就消耗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结合动力学 结合动力学是 两个底部的浓度的成绩 然后成一个 这个 这个是结合常数 对吧 结合同力学成组 然后 我们对这个 三元复合体 来做个为了好串 三元复合体的 这个变化率 等于生存率 生存率就是 就是这个 第二个过程 对吧 就是这个 这个下 超过了一些 减去什么 减去 在核荡体上的消耗 所以这又是一个 结合嘛 结合呢 是三元复合体的浓度 乘以两个 是那个 核荡体的浓度 然后 前面 带个系统 然后我们对于这个 呃 我们对于这个 呃 这两个 那么 它的 生存率 是什么 它的生存率是从核荡体上摄放出来的东西 也就是这个 第三个过程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生存率先 然后消耗率是什么?消耗率它就会在这个TNT安心化的这个过程里被消耗掉 所以是这个五次方向从这儿抄下来 然后第四个方向我们对这个EFGDP进行一个物料训练 EFGDP的生成率生成量是这个第三过程对吧? 然后消耗量是这个第四个过程 第四个过程也是一个结合 然后我们对EFGDP还能够列个方向出来 它的生成量是第四个过程 然后消耗是第二个过程 所以第二个过程我们可以抄下来 好了 这么让一个微分方向列出来 就可以适用于任何的程度对吧? 因为不管圆核增核 只要是涉及到翻译延伸 那么必然是这样一个过程 只不过在圆核或者增核增核的相关的这些 这些单位置的平身物理不太一样 文字的过程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套东西是可以应用于任何程度的 所以列出这个方程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对吧?还是很容易列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个年头大家已经不用去手解过程方程所了 我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98年我进大学 混合了那个高速课简直是要命啊 解那个过程方程的时候 要手算几分什么的 那简直是我就没办法寄出来 所以后来是怎么样 我想能不能说 因为它有一定公式嘛 你说它是很多的可能性 然后我就不想用手去应该去试一下 能不能变个程序 然后让它自动的抱着去试这种东西 然后就觉得这个程序编起来还是比较俗的 然后呢 回去找找看有没有人已经编过这样的程序 然后一找有MatchLab 所以那是为什么我开始自询MatchLab 因为纯粹是因为高速课简直也都解不出来 然后后来发现MatchLab真是方便的 所以大家还要掌握一下MatchLab这种高级的 数学二点可以 就是你只要是能把它放到列团 它就能有办法跟你解 好 但是呢 我知道 做实验做惯的 学生我的一般数学都会好 是吧 这个不要想 我呢 可以去查我的以前的成绩来 我从初二到高二 数学就没几个可 所以我数学很差 那那个高速也是学西文马速的 所以看到这个这么复杂的方程组 还是觉得挺处的是吧 有没有办法给它简化一下 当然还是要简化一下 能简化 咱们就简化 那么 如果你想要简化模型的话 那么 我们的一个一般原则是什么呢 忽略掉极快的过程 用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 某些反应 它是非常快的 以至于说你可以把它认为 这个反应根本就不需要 一个动力学员过程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 这个里面的 这个里面的 很多过程 叫做解化模型组 那么 假设啊 我们在远和生物里面 这样研究 那么这个过程 二和四 都是非常快的 二计算呢 就是ICGNA 只要这东西生成出来了 那么 因为DFGTP 这个Illocation Factor 这个蛋白质 在大伤感群里面 是排行第二高峰度的 蛋白质 所以你绝对不愁 跑不到 只要ICGNA 一生成出来 马上就可以结合成 三约复合体 好 所以二这个过程 事实上 可以认为根本就不存在 马上就过去 然后呢 第四个过程 也就是EFGTP 转成EFGTP 这个过程 又是非常快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认为 EFGTP 就等于EFGTP 这两个用户是一回事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省掉 两个过程了 但是呢 在真核生物里面 真核生物呢 它这个 用HFGTP 它的GTP 就是第四个过程 这个过程 并不是特别坏的 它是一个比较 相当 就在整个延伸循环里面 是一个限速度 所以 如果你要研究真核生物的话 那么第四个过程 就不会忽略 咱们现在还是讲简单一点 讲简单一点 不用搞那么复杂 就是上课嘛 总之先从简单里讲起 让大家理解 这事儿 应该怎么去做 好了 既然我们把二和四 过什么忽略了 那么 我们现在 可以把这五个方程 简单成一个方程 为啥呢 我只对这个三元复合体 进行物料统算 三元复合体 它的生成率之神呢 生成率自然是第一个过程 对吧 还是这个 然后 它是消耗率 消耗率 消耗率 就是 我们这个 安心体验人 到弗纳层上 对吧 其他过程都会成为 对吧 对吧 那么 有了这样的一个 有了这样的一个 有了这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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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这样的事情 这一部分的场景 都是稳态的 对吧 稳态 稳态就是说 所有的物质 都是稳定的 它不随时间的 推移来变化 所以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一块 这一块 对吧 我们看这一块 在稳态下 这一块 是什么 0 是吧 就是 变化率为0 变化率为0 就是稳态 稳态 不随时间的变化 变化率为0 变化率为0 这个为0 之后 然后呢 KCAD和KM 我们是可以通过文献查到的 所以说 不要认为 以前经常有人说 中国的科学家都干些什么事情呢 就干些重复劳动 别人做洋书 你做流书 这个地方有 TRNA 有这么多种 TRNA 对吧 那种安线TRNA和铁 每一种安线TRNA和铁 它都有一个KM 有一个KCAD 对不对 所以你就 要测20种 对不对 测20种 你可以发20片 那肯定都是小的 很多人就觉得 中国科学家 就只会干这种事情 但干这种事情 有没有意义呢 当你需要去 做这些研究的时候 你去查文献 你就会非常感谢 中国科学家曾经发了一堆的这种 所谓的小工程 很重复的课 但是 他每一天都在那里面 就会给你一个KM 就给你一个KCAD 那么这个工作是谁做的呢 不是所有二种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测的 但其中很多种 都是上海生化所的 他们测的 好 我们拿到KM BTAG 然后呢 这个F 就是 在转太之下 也正常的转弯之下 这个安线TRNA有百分之多少 是被 CHARGE 当然你可以测的 是吧 但是你从文献里面 就知道这些也有人测 差不多都在那里面 所以F 你可以让你-8 F就有-8 F就有-8 是吧 F就有-8 TRNA的浓度 在正常的方法之下 TRNA的浓度 也有人测 也是个中国人测 所以大家真不要 看不起中国可以有所谓的 所谓的重复性老婆 当你真正说是 要用数学手段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发现 太难了 TRNA的浓度 也有个测 测出来之后 那么 ALS 就是安线TRNA 这个东西的浓度 在西方里怎么测啊 当然你可以找插文献 但是这个这个东西 真不一定有人专门去测 对吧 那你能不能从哪去得到一些数据 可以 可以 但是那个你需要做 那个专程级线 对吧 你要做抗击 这个也是可以的 或者呢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如果是在我们这儿 很简单 看看 看看 打个字幕 非标记音量对吧 好 甭管你用iBAC 还是用最新的DIA 总而言之 大概都给你一个风度 然后呢 核糖体的浓度怎么算呢 核糖体 但是做数学模型的话 很多时候就要有一种平均化的思想 一个细菌里面 它有多少个 总共有多少核糖体 这个也可以测 对吧 你可以测这个 你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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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这样就可以测 或者呢 你插五简 也有很多大致的暴力 有的都差不多 然后呢 你要 某一种 诶这个密码词,因为密码词不一样,对吧,咱们可以用全基础平均的密码词,这个,来算一下,这个时候,有多少这个核养器会再翻译色的密码词,当然,有个人会说,诶,不同的基因表达量不一样,对吧,肯定那些表达量高的基因,它的这个,密码词使用偏好就会比较多的反映到这儿,对吧,那行,咱测试去, 就有,有所有的这些背景,对吧,我可以对,呃,每个MARM,它的这个,密码词的偏好性,进行一个侠权评论,对吧,所以说,呃,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些主权的手段,来,呃,高速报答文字,没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做些东西都是随便做的,所以我呀,就测,就测,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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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这种方式,推测出一个相对比较精确的CMARM,对吧,对吧,好了,整个试色里面,这个是零,其他的,就剩个啥,不知道,KT,不知道,对吧,我们就把它借出来,对吧,所以呢,这个事呢,我当年就是这么做的,就查各种参数,完了之后,你接机,你把它走一样, 把其他所有的东西就算了,那可以把KT解出来,KT解出来,那你可以把它,呃,这个换算成这个Codent,Pervicum,Perm,每秒,啊,用这个单位来,那么,翻译数目呢,可以算出,是6.3个,呃,扣了,这个,这个翻译数目,合不合理呢,大家可以去,呃,看文献,早就有人测过,这个,呃,就是,实际上实验的方式, 去测过这个,这个,器军里面,核档体,这个翻译数目,平均来讲,呢,大概是5到10个,203每秒,在非常rich medium 里面,就是,营养非常好的,这个时候,爆发性成长,这个时候,可以,最快的密码词可以到20,所以,来说,你看,我5到10,这个范围之间,大概,时间测的范围,你看我6.3,正好,就在这个范围,所以,你看,通过,各种, 啊,这个,这个,各种文献里面的参数,去推算出来的这个,这个,速度啊,还是相关靠我的,假设你没有可能去做实验,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去推算,对吧,推算出来有什么用处,好,我这个式子,放在这儿,我的式子是正确的,接下来,我就可以折腾这个式子,这么折腾的,我就可以随便在这个式子里面, 然后,这个多了,那个扫子,我就可以直接对这个式子进行处理,我不用做实验,我们来看一下,假设这个时候,翻译态势改变了,需要大量的CAG的,这个TL,比方说,你在这个,在西方里面,在过百八一个什么东西,这个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这个国安前安的这个,就是你码词CAG,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什么,有更多的核当体的翻译CAG,对不对, 所以的话,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原本,加上MCAG,这个,就增加了,导致这一项增加,对不对,假设这个,这一项图片的话,那么,它检查,就会导致什么,这个,这个是,或者是正的,还是负的,负的,负的什么意思, TRNA的这个,这个,负的这个,负的这个,负的这个比例就会降低,是不是,这意思是什么呢,因为TR的总量,是很难变的,它组成一样的,很难变的,那么它能变成这个F,就是它负的这意思是什么,翻译就会逐渐逐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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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不对,好,越来越慢,越来越慢的话,那么,你看,E-F,这个F越来越小,对不对,这一项,可能会慢慢地,这个,慢慢地增大,然后这个F越来越小,这一项越来越小,最后,慢慢慢慢地,两边就优平了,对不对,就可以达到一个形状态,那么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来, 它整个过程,请教授,你需要解这个,在绯闻台下解这个,不要放手,如果你们有,这个高速学会很好了,开始,开始考虑,开始集闻,我要告诉大家说这个东西,它有东西,就算你这个高速再好,我告诉你这东西,记不出来了,不行,你拿着MathLive11, 它是无法给出解析解的 什么叫解析解 解析解是一个精确的数据解析 就是我把它集分集出来 不管怎么样集出来 我把这个F可以写成等于一个什么样的代数表示 这个叫解析解 解析解的方式给出一个数据成绝对精确的数据 但是呢 在这种方向是集不出来 集不出来的也就是说 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数据上的绝对精确性 但是这个也是没有必要的 对吧 我们作为一个生物学家 它是拿数据作为一个工具 来继续一个工程应用 工程应用里面 有一点无差无所谓 对吧 反正我测定了乱七八糟的这一大堆的参数 我实验测的本来也有无差 搞定今天干嘛 稍微挖过一点过去 那稍微挖过一点过去呢 这也没那么容易麻糊 一麻糊就麻糊出来 数学系或者物理系 他们会有一门专门的专业课 叫做这个 叫做数值方法 可以去 有打资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课 比如可以放到第二页 不许你就不要再看一下 很复杂 数值方法 但是我可以用一句话 告诉大家数值方法 这门课 它最终来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专门解决这些 很难或者 不可能进行解析解决的 这样一些方程 怎么样用数学的方法 对它进行逼近抽签 我得不到一个数学上 绝对精确的解决 但是我可以得到一个 跟它误差非常非常小的解决 我用这个计算器的高速运算的方式 我迭代迭代一万次不够 我迭代十万次十万次不够 这个迭代一百万次 我总有一天可以给你迭代到一个非常非常接近的一个数值上面去 那事实上像这种东西 这种方法 在这个方程抽签上 是早在牛顿的时代 就已经发明了 牛顿 你可以去查 有一个叫做牛顿 就是牛顿迭代法 去解 解任何 一元任何方程 就是一元任何方程 可以去训练 可以去训练 那么 这种计算量 手算是不现实的 所以你必须使用这个数学而建 整个的这个迭代的过程是非常复杂 但是大家不需要去搞得特别详细 在这些迭代里面有直接的异常命令 直接跟你解决 打进去 然后你可能等几秒钟才给你拴出来解锁 那我们知道 任何一个微分方程它出来的解 实际上是一个函数对不对 是一个函数 我可以把这个函数画出来 在F等于一个什么东西 对吧 那我们对于这个 对于刚才这个方程 假设我们有这个MCAG 为例 比如说正常段障之下 我们迭代的结果是 一套直线 也就是说 复现了我们大家的 一个状态 好 我们这个MCAG 如果说在一个细胞 细菌里面 有一百个 这个多余的核当体 是在 来需要CAG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见 在很短的一段视频 这个大概就是0.2秒吧 0.2秒 0.3秒 之后 它就达到一个新闻态 对吧 然后我们看这个F 微微的降低 到0.75度左右 如果这个时候 MCAG 是有1000克 那么我们可以看见 刷牌 一下子降到 从0.8降到一次 这个降到比较厉害 那么 我设定这个数值 有没有限制根据呢 实际上是有的 那么 在 大家如果做基因工程 在细菌里面 表达一些 外语蛋白的时候 用高 拷贝数的智力 然后用体系 强起能力 所有的 它给你去优化 让它尽可能多 转入出的 MRNA 然后 这个 在圆核细胞里面 转入出的MRNA 基本上就是 它会进入反应 你可以转入出 多少的MRNA 在一个细菌里面 在一个细菌里面 有人做过这个实验 大概能够 比如说 PET PET 有很多的 PETR-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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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等等 就是 往往是 手法工程的人 喜欢用的那些 之力 过别大 那些之力 可以在 一个大众感觉里面 创造出 2500个 MRNA 每个 这个 每个 MRNA 实际上 它至少 完全可以结合 一个 大量的产生 所以 1000个的需求 可能是 在这种情况下 是完全可以满足的 甚至 还 会有更多的需求 所以 在这种 在表达 过表达的情况之下 这个 TRNA的charging率 会下降非常 那么 TRNA的 这个少了 这么多 结果是什么呢 其结果是 核能体的平均等待时间 就会增加 我们刚才说了 平均 每秒钟 是6.3个 氨基酸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平均 是0.16秒 就可以 几年一个 在 有效 TRNA的浓度 降低的情况之下 它的 等待时间 必 增加 那么 那么 在这个 非常严重的 这个 这个 核能体需求的时候 你看它的 这个 等待时间 可以从 0.16秒 增加到 0.32秒 整个速度 可以满一满 这是挺 多的一个损失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为什么 在过表达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经常在过表达的时候 有的时候表达不出来的 跟鞋 或者表达非常低 对吧 你TRNA也没了 或者ICTRNA也没了 你用的量太厉害的话 它可能这些东西就很难往下跑 那么 这种现象 我们称之为 Global Depletion 就是三个火星 它是一个全局性的浩劫状 好 那么 在细胞里面 刚才的所有的这个计算的话 都基于一个什么 都基于一个比较标准的 动力学 反应动力学 对吧 标准的反应动力学是什么 大家 都学过物理化学吧 都忘记了 物理化学里面有 有很多的热力学 和动力学的这个 公式 但是 在物理 任何一款物理化学基础教材的前面 它一定会跟你讲一个声音的 对标准的状态作为一个定义 不一定是标准的状态 对吧 比方说你的温度变化了 它也有公式 对标准的状态 在农业里面 它这个农业一定是什么农业啊 请问我加个字 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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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还可以任意互融嘛,如果说水跟你传的之前一半对一半,究竟是水的你存容业,还是你存的水容业呢? 都可以,是吧? 那你如果都爱吸容业的计算的话,这两者的计算就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你两者的两个容业的各种物理化学性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绝对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其实,尤其是在生物的环境之下,特别要考虑一点,在细胞里面,我们的反应经常是受别扩散,因为它是农容业,农容业的时候,它的扩散不再自由 为什么呢?这么说,在一个细胞里面,是非常运气的,有很多很多大分子 那这个图呢,是国外的一个艺术家,他呢,以前是找科学的,于是呢,他后来找忙做艺术家之后,他就根据细胞里面各种生物大分子的这个大小,把它等比例地放大,然后让大家直观地能够感受到,整个细胞的空间有百分之多少的空间是被生物大分子占据的。 那结果呢,可以说,在正常的状况之下,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的空间是可以被生物大分子占据的。 它的浓度高,高到什么程度,二百到三百克的空间,这一页非常勇气的,可以看见吗?非常勇气的。 即便是在正常的生理状况之下,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可散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而如果说,遇到高升环境,遇到限制的风险,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高升环境,如果说,把细胞丢到高颜的环境,水会跑回去,然后细胞的体积会缩小。 但是,它里面的东西还在啊,水会跑出来啊,水里面这个能力就能够,是吧? 那就会继续更难扩散。 那么对于这个扩散,会有多大的影响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以前,我们这个,跟那个, 那个鲁 Industries 没有任何的这样方向。 重症是扩散常数 我们可以看见 小分子可能还没啥影响 大分子来讲,你看蛋白质 一受到高式压力 大分子膜度更高的情况之下 扩散常数就会降到几倍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扩散限制 扩散限制的反应动力学 在化学系里面是要学生物的 一般生物系学的物理化学是不学生物的 但实际上对于大分子机器而言 我们有一个比较明映的方法 可以去对它进行囚解 怎么进行囚解呢? 好了,我们想象一个场景 就是核当体翻译连续重复学 比方说核当体遇到一串 CA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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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G 一直要问它 它总是需要这个东西 这个三约复合体需要扩散到核当体上 对吧,核当体这么大根 它需要扩散出来 三约复合体在西方里面也不是特别多 一个细菌的一个细菌大概来讲 有多少个CAG 它有多少个TRM 大概是800多个TRM 一个大的感觉里面 才有800多个CAG的TRM 而且其中只有80%是被charge 所以大概600多个可以用 所以实际上三约复合体在西方里面 它也不是到处都有 所以它需要从远处要扩散过来 如果核当体一直需要 它可能就扩散不过来了 扩散并不是无限之快的 所以就会导致什么 导致在核当体旁边的周围一圈 它能接触到的这个空间里面 三约复合体的工作 所以实际上它如果一直一直需求 这个CAG的话 三约复合体根本就扩散不过来 那么对付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 我们事实上是可以用一个 用个方法去小解 因为以前我曾经直接写出来过 然后大家基本上处于一点问题的状态 我就直接跳过去了 这些东西实际上高速上面 一些玩意儿是比较容易摧倒的 这都给大家摧倒 总而言就是它的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FIX MOVE 对吧 假设最后我们达完一个文派 三约复合体在远处的动度是比较高的 近处动度比较低 对吧 那么就会有一个梯度 对不对 这个是梯度 梯度算是什么 梯度算 好 高速的话插播了 我把梯度算 我还在去 我还把梯度拖进来 把梯度拖进来 等一把呢 嘛 那么呢 走过来一点 其实这事儿没那么复杂 我们说过这个核档器 我们把它砍成一个球 那么我们有XYG 那么对于在这个直角坐标 系上任何一点 任何一点 它的这个 可以分解为 轻度的定义是在直角坐标系上 就可以把它分为分解成 X方向的梯度 交往Y方向的梯度 交往D方向的梯度 然后呢 直接你要像这样去瞧解的话 你会封了 因为为什么 这是个桥啊 你各个地方 它这个这个这个方向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你踢过的方向都不太一样 你要封掉了 那怎么办 这不是一个球吗 你要想想看它在 我们要画一些思维 虽然人家说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 就是式子写下就比较简单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很难处理 各个方向的它的那个 各个点 它的那个那个基础方向都一样 所以有风格 那怎么办呢 我偷起去笑一点 这不是一个球吗 我会把它剪刀成一个球 球的话 各项同性 空间它们各项同性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不要再用这个迪卡尔图标了 这个这个球球都是两个角度一个一个距离 所以就是有一个R对吧 会有一个C弹 对吧 就是这个方向的偏角 然后这个方向的偏角 然后它这个圆点的距离 三个 三个 才总决定一个 对吧 对 就是球头表 对 那么我怎么样 把这个 指角座边这个式子换到 球头表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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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把X换 用X用这个Rc的范来表示 是吧 X在这种方法 好 我必须用Rc的范来表示 所以我们稍微来看看 R乘以cos范是吧 是这个 对吧 就把它投影下来 那就可以了 R乘以cos范 所以X是这个R乘以cos范 然后再乘以范领计的 是R乘以cos范 乘以sin Y成那种 R乘以cos范 R乘以cos范 乘以cos范 对吧 G呢 好 上两个三个字 R乘以sin R乘以後 好 把XY自己往里面带 算 再整形 整形 整形 好 具体怎么整呢 把XY自己往下去整 乘以後 总而言之 你有一天是可以把它整出来的 但是整出来之后 你可以整得非常复杂 对不对 但是有一点在我们这个情况下 用它各样重新 所以你整出来可以有很多下 很多下 很多复杂的下 但是 但是 所有只要带角度的 对吧 带两个角度 带任何一个角度的 下全部都在里面 对不对 随小度的变化又在里面 因为随小度的变化又在里面 所以只要一个下 里面有过 喜欢DZETA 或者是D5 只要沾两个腰 通通 都在里面 所以可以非常爽快把它扔掉 这里给大家 现场解的话 有点太费时间了 其实不难的 就是远而 有的项子里面只有远而 那个就不远了 好了 我那直接给大家 直接给大家写结论的了 全部写出来之后 会写非常长的 我以前 前几年 上这个课的时候 曾经给大家献起 我一边 真的写 这个 就是 真的要是从这个黑管 左边写到右边 很长的一个 一串 但是呢 最后 很多项目都消了 因为它带一个角度 只有这一项 只有这一项 它 它只有二 它只有二 好 那么 因为这个地方 原来 刚才 刚才有同学说得很好 我这个方式 应该写成了 偏导的那个符号 那个 D 应该稍微 弯过来 写了这个符号 为什么我还是写的那个呢 因为最后你 偏导和普通的导数 这个 就长导 实际上是一回事 最后你写成这个样子的话 你这个偏不偏 还有意义吗 明明 没有意义了 是吧 偏导的 偏导就有个事 然后呢 当 处于一个 稳态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 浓度 跟这个 R之间的一个 关系 我们就可以解决了 对吧 就把 就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它等于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解决出来 解决这样子 解决这样子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吗 大概画出来 画一个 画一个 图像 大概画一个图像 就是 假设有个C0了 就是 这是concentration 这个是R 离的越远 它越接近什么 越接近一个 barconcentration 对吧 就是 无限远处 我认为 这个浓度是很硬的 有个C 无限 有个C无限 然后呢 减去个什么 R分之一 A 我假设这个 地方是有一个 这个合红铁的半截 这个地方是一个C0 因为这个地方能够认识 对吧 它是一个C0 C0是肯定效率 C0 那么整个的空间里面 浓度随着这个距离的变化 就是 就是 轴向距离的这个变化 大概是这么多的 C无重限 去R分之一 A 然后 C无重限 C0 就是这样一个 的盘数重想 好 有了这样的一个 盘数重想之后 我们就可以接下去进行 一个稳态的一个计算 其实非稳态 也是一样 好 那么 整个TNA的远远处 扩散而来 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核档体的 BNA 然后呢 被这个核档体 用掉了 对吧 那么 我整个核档体 半截为A的这么一个气候形 它有这样一个七度 有这个核档体进来的 这个供应的这个 这个flux 或者Current 这个Current 这个Current 就是流量 流量等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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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ux 然后乘以 面积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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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流量还是什么 对 就是单位面积下的一个流量 单位面积的流量 与这个 这个 这个T度是成正义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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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ux 再乘以一个 这个球 一个表面积 就是穿过这个球 表面积 这么的感觉 就可以求出来 然后呢 等于 Translatory 就是 我在翻译过程中 消耗了 消耗的数据 对不对 消耗了数据什么 就刚才这个 KT 乘以 这个 FTRN 为什么这个地方我要出一个 下落的常数呢 就因为 按照这个flux 一般是 多少个 每秒 对吧 这个是 有多少个分子的概念 而这边的话 都是什么 WAR 所以我要把它 换成有多少分子的话 就得要 我看应该是吧 嗯 等等 这个 KT 是 这个 比较少认算单位 这是 MWAR 对不对 这是 一般来说MWAR 对不对 这是 MWAR F2 所以 它是F1 所以 你还是要除了 多少次方还是吃 2次方还是吃 负易 负易 在这里 负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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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是阿富加罗罗常数的单位是什么 或是各媒模arch 各媒模arch 这个浏漫更下面 表达EOS的话就可以消 Free 这个FTRN是能够利用上了实际的有效的这个FTRN 也就是在核当体表面的这个FTRN 远的反正它能够利用的就是进度的 所以这两者之间我们可以给它列个等式出来 对吧 这个等于这个就是我们开了 于是呢我就可以求出一个C0比上C5中纳 就是这个这两者的比辞啊 我就可以算出来 我定义它为L L呢 最后的这个定义式算出来就是这样 它与什么有关呢 与你这个这个反应收入常数是有关的 当然这个几个人就定下来了 然后呢 4PiA 这都是固定定制 D D是什么呢 是那个那个扩散常数 扩散常数 D是扩散常数 因为这个D是从这儿来的 这个Flux是什么 Flux是 这个时候呢 这个突然常数乘以它的那个 呃 呃 浓度与这个 呃 与半径之间的一个一次导数 这些方程 这些方程 你要是不太明白的话 没关系都会超出的 这些东西都是手上超过来的 这些东西都是手上超过来的 这些东西都是定的 就唯一的 跟一个整工学玩 就是跟这个 扩散常数是有关的 好 扩散常数 那么我们在正常的状况之下 在正常的状况之下 这个L是多少呢 你也就吧 我们算一下 因为D的话 我们是呃 就是可以查得出来的 或者你想测也可以测得出来的 所以说 在正常的状况之下 没有任何的 呃 osmotic stress的情况之下 呃 翻译施业细就翻译施业细 没关系 0整啊 就跟秒是差不多了 就是近处的 近处的能度 与远处的能度之比为0198 那就基本上近处能度 就等于远处能度 所以说这个 这个核狼体跑的可能 可能还不太快 吃的不够快 所以的话还是有时间 来扩散的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在高盛压力之下 你的这个 呃 好 这银子 它就 呃 非常非常的难破散 所以它能够 做了 核狼体能够利用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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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 像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啊 这个图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在正常的状况之下 如果考虑到 扩散限制 实际上这个线 虚线是考虑 扩散限制 那么实现是刚才 我们不考虑 扩散限制 的线 我们发现这两个线 是差不多的 是吧 可是 在0.6OSM 也就是说 在一个中等程度的 off-motion stress 比如高盛压力之下 它的这个 就已经成了 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 weating time 我们可以看见 在高盛压力之下 它本身的这个 这个weating time 就已经高达了 这个 一秒太多了 就原来是0.1几秒 现在就已经一秒多了 就是1.45 这个 一个 一个结果 然后 如果要考虑 这个 这个很厉害的 我们要成为这个系统 所以 在 如果我们要考虑上 这个 在 大分子机器 计算里面 我们可能需要考虑到 这个 扩散限制 好了 那么 扩散限制 除了 除了 扩散限制之外 还有更麻烦的情况 那就是空间被出问题 比方说 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 出面内置网 对吧 出面内置网是层层解决 层层解决 上面的每一个格兰就是一个核养体 在内置网上翻译 什么东西 翻译出来的这个蛋白石呢 是穿过内置网 进去的 这些蛋白石 今后 就会被运到各层层 对吧 可能到膜上 可能会被分泌出去 可能会在各的细胞系里 这个上面 如果我们想研究 出面内置网上的 翻译过程 就更麻烦了 为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TNA 或者是Ternary Complex 它不是自由地从无从远处就可以跑过来的 对吧 它有空间位置 它要穿过这么层层叠叠的这个网络 网络 所以这里就会更加的 这个加剧 这个这个 翻译的延迟 而这种情况对我们建模来说 就是更大的一个强壮 它并不是空间各样重新的 所以刚才我们 我们写的是这个这个柿子 你就不能完全忽略掉那些 脚步参数 并且你要给这些脚步参数料 比方说它不可能 TNA就不可能从这个 那个 类似往另外一面扩散过来 对吧 不可能 所以你只有一个半球 可以扩散 这个半球还不是做各样重新的 所以你就会很疯狂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 用对于这种东西的话 我们比较适合干的事 是做Visa 或者叫做随机模型 那我们先这个修行一下 过去很多 那我们再来继续 这套捷 这套捷 这套捷